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原来的东西我就不展示了 这别人家的 我不方便拿出来 我就说说我怎么做的吧 当时给我的东西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白色的高体 当然这里面现在装的是我做的 是以CMC为基础做出来的 这是第二批吧 第一批没加防腐剂 现在已经崩解掉了 你看颜色都绿了 气味也很恶心 这个先放一边 我想先说说CMC 这位皮友也提醒我了 日本成和 最早期的产品就是粉状的 得自己调 我从这个信息切录 很快就找到一个物质 就是CMC 也就是缩甲机纤维数纳 一种增年剂 用在建筑医药食品里头比较多 这个原料其实我很熟悉 什么缩甲机缩乙机 枪精机什么那 药品里也经常用这些来做填充剂 我呢也是第一次听说可以用在皮革方面 就比较孤陋寡闻了 找来这两种CMC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 你别看都叫硕甲机纤维数 其实分很多种 各个厂商在处理浓解度分子量枪值 就是这种指标是不一样的 用途呢也不一样 价值也相差非常大 像这两种原料价格就相差几十倍 这个是我买的CMC粉机 我只能说能用 但用起来很费劲 因为浓解就是一个大问题 那我就用这两种都来做一遍 按照说明是按2%到5% 浓解 其实供应商给的步骤也很含糊 用什么水也没说 我还是用去离子水吧 就是这个装置 出来的都是卵水 装置是我自己组装的 就是树脂可以经常换 按供应商说的搅拌方式 是边搅拌边下料 还需要有点加热 这个机器正好也有加热的功能 那行吧 就完全按这个方式来 加热的条件下开始下料 一点点来 一下倒多了会散不开 其实再这么小心也散不开 你看后面的这块还是很严重的 那行吧 搅拌一会儿 停下来 等半个钟头过来看看 你看就是这个样子 很多是拢不开 一块一块的 很多气泡夹在里面 这个问题我就没问供应商了 因为这种情况是根本操作不了的 你看个工厂怎么干的 都是这种机器 直接打碎 用手操作 用实验室这种操作 是肯定是操作不了 事实上这东西我放了三天 还是有很多引胶化不开 这一包CMC 是我问药厂要的 我提的条件很简单 就是化得开 饮胶少 另外年度在两万五到三万 那我再按同样的步骤做一遍 你看粉子倒下去 很容易就散开了 这种粉 行业里讲的是修饰过的 或者是包备过的 在我的理解都能达到这种效果 应该是包备的更准确一些 你看很快嚼干就有了 转子也慢了 也是停下来等半个小时 现在看起来就很舒服了 透亮了 所以原料不一样 条件不一样 做出来的就完全就不一样 那现在我就用这两种CMC 调成床面剂 有的人觉得这不像成品 总感觉成品是白的 跟大包一样对吧 那很简单 现在我就加一点筑基金去 一搅和 马上就白了 倒在这个瓶子里头 你看这不就是大包吗 找一块粗糙的皮子 上面毛很多 分三段 分别抹这两种CMC 很快就平了 好像这个差点的 抹起来也有点不一致 不管它 等干了以后看 这个地方我抹的是日本成河的 这应该是这个星球卖的最好的床面剂 它的我就对比一下 毕竟是标杆 注意操作这种制剂的时候 要戴手套 要保护好自己 那现在基本就干了 还从表面看 像那么回事 床面剂的感觉肯定是有了 下来我要做的是摩擦实验 用手指在上面 这么来回的磨 磨一两分钟 三个都磨 来看结果 这个动作实际上是 模拟马丁戴耐磨实验 那个机器比较贵 要万把块钱 我买不起 就模拟一下算了 磨完以后看结果 这个CMC标记一的 是市面上买的 皮面的纤维就起来了 这个标记二的 就是那个包备过的CMC 也起毛了 就情况好一点 再看看成和的 你看看根本就不起毛 有时候会听到 有人说成和就那么回事 那今天看看结果 你看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再弯折一下看看 你会发现 折一下的感觉也是不一样的 像这两种CMC 它折起来 就会出现这种鱼鳞纹 表面就会出现裂痕 一片一片的 你看成和就不会出现 有时候也会 但明显少了很多 这两个实验有什么意义呢 就你做的包 用久了 本来床面器已经处理好的表面 就会因为摩擦 重新起毛 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所以你用CMC是靠不住的 是有89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所以这种方式就 否定掉了 明确了方向以后 我又做出另一个版本的 创面剂 这次就是三个成和的 我新配的 还有CMC的 三个实验重新做一下 都干了以后 这次也不要用手去摸了 直接用打磨机吧 就这么摸 你看成和的不会起毛 这么摸都不会起毛 我的这个新配的 也这么摸 也不会起毛 这个方向肯定就对了 这个CMC的 不用说 这个机器一上去 毛就飞起来了 再看看鱼里面 同时折皮 看看变化 怎么慢慢推 基本就起不来 不是说没有 有的不明显了 就两种创面剂 表现效果就比较一致了 看看做了以后的韧度 三块皮同时做下去 干了以后做对比 你看这三块皮 都比较硬挺 折一下再看看 这个就很明显了 这个CMC的 这个塌陷程度 就会比那两块 要快一些 也就是说 上了床面剂以后 皮的本身的韧性 会加强 单纯CMC的床面剂 会在较短的时间之内 又恢复原来的样子 那成品呢 我就再加了一些注迹 让体系更稳定一些 然后抽泡 抽泡以后 这个液体会更细腻 注意我操作的时候 是要戴手套的 各位在用的时候 我的建议 你还是要戴上手套去操作 包括边油啊 胶水啊 这些化料 我们经常能听到 这些化料很安全 环保的 但是我还是建议 你戴上手套 不管操作什么大盘的化料 都要保护好 为什么 我下期视频就讲 后面我做的这种窗面剂 其实又做了一次大的调整 就是把一些有危害的物质 又换了一遍 因为我发现很多人操作窗面剂 挺吓人的 用手去抹 还去闻 就差吃了 而且这东西碰到手的概率 要比边油啊 比胶水 这个概率要大 关键很多人还不在意 所以把里头的物质调整 尽量换成比较安全的成分 当然有些东西它换不掉 比如防腐剂 这个没办法 它去掉以后风险更大 所以就保留了 接下来我们看看 窗面剂的那个颜色怎么搭配 首先取这个 就皮边油用的色浆 这个色浆上面有标识 是1B50西式 还记得边油调色 是怎么来操作的吧 我不明白的 可以翻翻以前的边油视频 这个小杯子 如果配10毫升的窗面剂 那就取一半就好了 按照比例加入色浆 1B50对吧 那我就加4D色浆 一滴大概是50微升 就是200微升 这对应的50的倍数 不就是10毫升吗 那这样窗面剂的调色就调好了 那找一块同色系的皮图一下 干了以后就是这样 这就完全盖住 所以通过窗面剂加色浆的组合 你就能实现一瓶窗面剂 做出不同颜色的效果 省得你洛里巴说买一大堆 省现在钱可以买两尺好皮子 黑色的我也做一下 也是一样样的效果 用黑色的色浆 但是有个情况 我在做这种皮 这种蓝色 叫粉蓝 就是那种不饱和的蓝 马卡龙色系 这种色年轻人很喜欢 就是这种 就特别难做 我找比较相近的色浆做一下 就盖不住底色 你看干了以后 我这么一掰 就成合的也是 这么一掰 底下的色就露出来了 就一块一块的 根本就盖不住 所以你看全世界的窗面剂颜色 就三种 一种无色的 一种棕色的 一种黑色的 就是这个原因 尤其是棕色 那覆盖效果就很不错 很多人也用床面剂 做封边剂 这肯定是可以的 就是这么消耗边 就点上去 用棍子膜 这个边很快就封好了 我在这个基础上 做了提亮版本的封边剂 但抗起毛的效果会降下来 因为这个边一般都是切的 并不涉及毛差 起毛的功能 其实是可以妥协一些的 但因为床面剂在 所以这个封边剂就很鸡肋 除非你特别需要 这种提亮效果 否则我还是建议你 直接用床面剂就行了 那这个床面剂就是这样了 4月开始到7月中 已经三个月 基本停下 其实研制的过程 倒不是很多人想象的 也其实很辛苦 很多时候是需要停下来 想一想 问题是出在什么地方了 然后再调整方向 其实大部分时间都在等待了 那参与床面剂研制的伙伴 有两位 一人五瓶 这个是定版以后的产品 还有两瓶封边剂 反正一人一堆吧 给你们提供一年的用量 这些够你们做十几个大包了吧 已经寄给你们了 那做这个事情 成就感我感觉一般吧 毕竟是仿制 有前面走过的路 而且走得非常细 所以我干的轻松一些 就前期的床面剂 我还加了一些香精 做成熏草香型的 后面考虑这个东西 没必要弄得那么讨人喜欢 弄得和化妆品一样 要让人时刻感觉到 这就是化学之际 要有充分的安全意识 所以后面就干脆 把香味去掉了 另外这个期间 还有个状况 有个武汉匹友 宇哥 从我这里买了边游基础业 挺大一瓶 五百克 每几天跟我讲 说这个边游干的很慢 他等不起 我让他退 他也不退 一直在跟我说 遇到的问题 这一看不用说了 人家都是可以 在很真诚的探讨一些问题 后来我给他两个选择 退可以随时退 另外就是等我赶 估计要两个月的时间 这老弟表示 是一定要等 我后面再做一些实验 发现也不是干得慢的原因 而是原来的边游弹性太好了 所以应用在这种扣眼的地方 容易直接压塌 用在包的外皮上面 这是问题不大的 所以需要调整配方 进行升级 这个过程 其实和做床面机是一样样的 也是试了一遍又一遍 这个过程累倒不是很累 就是耗时间 得一点点试 那做出来的样品 拌干的时候压上砝码 第二天再去观察 然后再调整比例 之前的视频还有叙述不恰当的地方 比如不认为边游是可烫的 因为在工厂里头的说法 只存在耐不耐高温 工厂里不会去烫边游的 只存在过烤箱的时候 这个边游会不会化掉 所以有耐不耐高温这么一说 实际上手工边游的可烫不可烫 也是不成立的 如果去烫 都是可烫的 只不过不同的边游 要给出它合适的操作温度 像我之前配的边游 弹性比较高 如果温度直接设定在250度 边游化开的速度 就会比手的速度要快 这样烫下来就会乱七八糟了 所以温度必须要低一点到200度 手的速度就会跟上温度 烫起来的动作就顺 像新配的加大了韧度 所以温度需要上调到250度 这样边游化开的速度 正好和手的速度匹配 这个温度就是合适的工作温度 声明边游是可烫的 其实就是要给出这种操作条件才行 所以我认为雨哥给我的提示就不错 他觉得不合适 首先问我多少温度 我其实当时是答不出来的 但是马上明白了 我在做边游的专业角度 还是不够的 所以很快完散了这个环节 那新配的边游和原来的比较一下 你看这个扣眼图好了 原来的一压一个坑 新配的就会好很多 就是这个新配的 它在承压方面的表现 要好过原来的边游 并且保持原来边游容易涂的这种特点 所以我的整个体系是少不了顾客的参与的 实际上很多的改进 我是没想法的 我只有个玩的少 另外也是刚刚接触手工皮剧才一年吧 要注意到很多细节 其实是很难的 正是有了顾客的参与 才有了很多有价值的改进 所以宇哥的边游除了换掉以外 他还有一瓶边游在我这里 因为有校期的问题 所以暂时没给他 他想要随时可以拿走 这是宇哥应有的回报 最后还是要说一下 之前我卖的边游是属于初代产品吗 既然有顾客把缺陷挑出来 并且把它散掉 那我还是按照老规矩 之前买过的顾客 每人一比一不发边游基础页 另外考虑到你可能还需要涉浆 再配五个色 这五个色都是常用的色系 也是我这边卖的最多的 作为额外的小白数奖励 或者作为我本人的一个诚意 每个人可以得到一瓶床编剂和封编剂 这两瓶都是大瓶装的 同样因为时间过久了 我还是停止一个经济发放 这样就可以及时更改地址 这是包邮的 因为我本人不在任何群里面 请看到这个视频的观众 相互转告一下 这样需要改地址的顾客 会很快找到我 在这里多谢了 谢谢大家